近期上海六位主持人参加富豪盛宴的申请引发公众热议 最终这六位主持人也为他们的不当言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无限期封杀令之下他们的职业生涯算是毁了 但是同为浙江卫视的主持人曹可凡和另一位被邀请的主持人却逃过一劫 他们背后的神秘人到底是谁呢 这件事情发生在上海周公子的一个生人宴 刚出狱的周某义原本是上海首富 他在4月18日搞了一个庆祝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 当时上海的各界民流争相当场 此次的宴会主题是不忘初心回归本色 对于刚出狱的他究竟是回归哪样的本色 不仅让很多人对此唏嘘不已 当时宴会邀请了很多东方卫视的著名主持人 有朱真 程磊 陈荣 倪林 房海燕等 一起为所谓的公子的生日宴站牌庆祝 群间更是谄媚之极 东方卫视著名主持人房海燕 对着上海前首富周公子的谄媚道 虽然我们刚刚才认识 但我们一见如故 还有妇女之友程磊也距禁讨好 虽然上个月才与周公子相识 但已经说明我在慢慢混得上档次 朱真更是当场任大哥 明明都是有头有脸的著名主持人 全天天对着刚出狱不久的前首富谄媚讨好 一个人是否有档次难道需要身边的人来鉴定吗 这段网友一分舔印的时候 上海台内部也是发出了对这几位主持人的严肃处理 对于这次参加生日宴的五位主持人 将被无限期调消主持人证 无限期禁止在上海地方出镜 很多网友不禁感叹 这下好了吧 不仅丢了人还丢了饭碗 估计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这一顿不该吃的生日宴 让他们集体遭到封杀 甚至有人被当场开除 话说你们碰谁不好 偏偏要碰这个劣迹斑斑的周公子呢 这位周星大佬曾是上海首顾 据说在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候 上海半数房产都是他的天下 但是因为虚报问题 他被判入役16年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让认识他的人引以为好 作为东方卫视的当家花旦之一 陈荣感慨 SMG东方卫视主持人今晚清朝出动 东方卫视春晚阵容也不过如此了 大家好我是陈荣 今天刚刚认识周公子是新朋友 但是也成为好朋友了 怪不得之后被解除 东方卫视相关领导职务 如此谄媚的增态豪声令人讨厌 想想他们也是在东方卫视有名的主持人 怎么说也是人才中的人才吧 这么多年的职业送养哪里去了 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这就不需要别人再教了吧 另外还有三位主持人 据说也受到了邀请 但是后来却没有参加 一位是前主持人 也可以说是脱口秀演员周立波 他晚言军决没有参加神尔宴 另外两位也是上海台比较熟悉的知名主持人 一位是曹可凡 一位是林海 据说曹可凡当时是半路接到朋友 一直想去的电话之后跑了 林海则是在出门时被亲子询问下 被亲子即使劝阻 没有出门赴宴 这才侥幸地逃过一劫 事件爆发之后 想必藏可凡和林海都心里庆幸没有去参加吧 那两位赴宴的主持人可就惨了 全部暂停了工作 陈荣将被解除东方卫视相关领导职务 冯海燕将被解除合同 截日写离开SMG 成磊 朱真 林林保留事业单位人员编制 一年内领取单位内最低工资 扣除未来两年全部结效 以上思维不能在未来一年内 其他地方坦充境 没有编制的海燕第一个被开除 这应了宋小宝的那句话 你个没编制的人 也敢跟这群人混 首先就拿你开刀了吧 不少网友纷纷为东方卫视点赞 六大台主则出了事 终将卫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运功荒的境地 如今著名的白月蓝奖 即将揭开帷幕 颁奖典礼的主持人 到底又是映成了未知数 曹可凡出道 也算是当年选秀节目的鼻子了 学一改做主持人 这么多年跟他同期的 基本都担任领导岗位 或者退去幕后工作了 所以说这样论能扛起大旗的主持人 曹可凡现在也可算是当之无愧的音歌 如今六大台柱子出世 曹可凡是否可以成为唯一的秀约儿呢 在去年的颁奖典礼上不难看出 东方卫视起用的是曹可凡 陈荣 金伟 王冠 但军年陈荣因出席宴会被停职 王冠是否能继续留在舞台上 还是为一只树 金伟的身体不佳 估计到时候只能靠曹可凡挑大梁了 曹可凡可以说是近20年来最好的男主持 也曾醇厚 文化底润深厚 绝非小鲜肉可比 许多东方卫视的大型节目都是他成长的 在这次所谓的宴婚事件中 曹可凡也是一马当仙美曲副业 但是网友们却对他褒贬不一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就要提到曹可凡的前程往事了 曹可凡曾搭档陈辰 主持过一岛音乐选拔练节目加油好男儿 在节目中曹可凡曾对一名选手进行无端攻击 遭到选手的不满 对此曹可凡只是淡淡的回应 称如果这都想不明白 就别再这圈子里混了 并且对不少选手的点评都是言辞虚似 让人受不了 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 后来在武林大会上黄胜一夫妻推出 曹可凡又再一次出来指责他没有一夺 黄胜一也大胆回应他 说什么牌都不是 这样的行为给曹可凡遭来了不少谩骂声 网上对曹可凡的嘲讽可谓是鲁天干地 当时的军勋毫不留情地回应他 自己不说人话主持的节目没人看 也没人邀请你参加真人秀 就你自己也在那下矫情 不过这事还真不能怪军勋说话冲 早前曹可凡经受采访时 曾这样评价真人秀节目 清楚所有资源与真人秀 无异于研究止渴 同时曹可凡也直言真人秀空和俗 称许多真秀 设计脱离现实的情景 刻意煽情 营造不必要的戏剧冲突 充斥着敌俗过度包装与恶性炒作 这样的言论惧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其中包括众多知名主持人 这让同样毒蛇的军星哪里忍得了 立马就在朋友圈转发 嘲讽其渐日一个废话一堆 不说人话瞎矫情 而后金星的节目 金星秀便遭到停播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曹可凡的形象确实有所下降 常常被人造谣 时而有不识言论的传言 可见曹可凡在圈内的人员确实不咋地 但是光从他那一言论来讲 其实说的不无道理 现在舆论圈的真人秀 确实会存在那些问题 毕竟观众伟大 做出来的节目也必须迎合观众口 因为这些原因会有一些剧本出现 但曹可凡的言论攻击 难免会引起争议 就拿这次生日宴的事情来说吧 事发之后 曹可凡突然冒出一句话说 所谓自由并非随心所欲 而是可以从容拒绝 有为内心任何深情 这么明摆着 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没有必要说这种风凉话 也会别人吧 不过对于这种说法 我们无从查证 也只能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不过对于网上的争议 曹可凡倒是没有丝毫的在乎 反而自己乐呵呵地 过着自己的生活 不知道观众们对曹可凡的印象 还停留在哪里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俄妹留言互动 下期再给你们上点猛料哦